嘿大家好我是Mari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五种被动收入来源 这些方法已经成功帮助我去创造了一条稳定的收入性金流 一旦你按了这个方法设置好之后呢 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努力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吧 首先我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股息收入 那股息收入呢这个其实就是通过你去购买股票 并且你能够持有一段时间 然后从这些你买的公司的这个分发股息当中来获取一定的收入 那股息呢是公司将部分的利润分配给股东的一种方式 例如我前段时间买的英伟达 还有一直以来我都会定投spy这些股票 他们都会定期的去给我们股东发放股息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够享受公司的盈利 还能够通过股价上涨来获得利润 要开始这种收入方式啊首先要选择那些能够定期去分红 并且财务状况稳定的公司 然后呢你要买入并且要长期持有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呢都会每季度或者每半年 你都会收到一笔股息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被动收入 第二点呢就是房地产投资 那也是我的专项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搞房地产的 那这个房地产投资呢 我是通过购买出租房产来获得租金的收入 那熟悉我的视频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我是一直都有跟大家推荐这个 德州的长租型别墅投资房的 那这个项目呢 它的房子是不需要你去亲自管理的 能够完成的100%的做到被动收入 因为他们是已经是自己是 租业管理公司了 他们去处理所有的租赁事宜 那通过他的这个管理哈 我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亲自去管理这些租客 而且他也能够帮你去cover HOA啊 房产税啊还有地税啊保险 这些所有的固定支出 他们都全部帮你包完了 所以我们作为投资人的话呢 我们不仅是拥有这个房子的产权 我们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并且呢我们每年都能获得 这个房产投资的这个固定 稳定的收入回报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德州长租型这个别墅的 更多的一些视频内容 还有项目的话呢 大家可以翻看我过去的那些视频 我一共做了11条视频给大家 大家看完这些视频之后呢 一定能够获得不少的启发 并且这个房地产投资啊 我觉得是有几个关键点的 首先呢你要选择一个增长潜力大的市场 并且呢你要购买那些位置好啊 条件好的房产 最后呢要找一个可靠的物业经理 去管理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WB的这个投资方式呢 你不仅是可以获得稳定的注定收入 而且你还能够获得这个 德州房产投资增值获得的收益 那第三个我的被动收入呢 就是债券的利息了 我购买了国债 而且获得了稳定的回报 因为国债是一种由政府发行的 这个债务工具 它的安全稳定性非常高的 因为你想啊 只要政府不倒台 它就会按时支付利息 那例如呢我投资了一些美国国债呢 每年都能获得固定的利息收入 债券的好处呢 就是在于风险比较低 特别适合那些 不愿意承担高风险的投资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手上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呢 是股票的收入的话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购买一些国债 并且现在这个国债收入还是挺好的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创意作品 广告收入了 那这个呢 是我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专长吧 因为我自己通过视频的creator 就是我content creator 在YouTube上面呢 能够获得每个月的广告收入 我在YouTube上面呢 每个月大概能够获得500到1000多美元的广告收入 那这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也挺开心的 那其实做视频呢 也是我自己的兴趣所在 而且我做视频呢 不仅能够分享我自己的知识 然后呢 我才能够每天都能有很多来自全世界不同的人来加我 然后跟我联系 我觉得我自己创造了很多的价值呢 都被他认可 所以这个做YouTube还有做视频呢 是我一直会坚持下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爱好 从疫情的时候呢 我刚刚开始做YouTube到现在呢 我已经成功的获得了3万多follower 其实呢 在里面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 所以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请一定要点赞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子呢 我也会有更多动力给大家带来更有价值的内容 那想要获得这个收入的话呢 你一定要创建一个YouTube的频道 定期去上传高质量的视频内容 因为很多朋友呢 可能他只是一开始心冲冲的去做这个YouTube频道 结果他就不发了 那不发的话当然就没有视频啊 没有视频的话呢 当然就没有观众也没有收入了 也没有流量 所以呢 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坚持 并且你要找到自己长期热爱 并且你要坚持去付出的这件事情 你就一定能够收获参当丰厚的回报 那第五项就是我最近才刚刚开始的 Robinhood Go的这个账户利息 最近Robinhood呢 它是有做一个新的这个项目 是叫Go的 那如果我将这个现金放在这个Robinhood Go的账户里面的话呢 每年就会有5%到5.25%的这个利息回报 那Robinhood Go呢 是一个高级账户 它提供更高的利息 还有其他的一些投资公司的使用权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的一些闲置的资金呢 能够给我带来额外的收入 那这种方式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是打开一个Robinhood Go的 然后呢 我就说我要升级到Go的这个账户上面 我就把钱从银行转到这上面来 其实我觉得每一天打开这个Robinhood 我都看到这个cash在里面 我就有时候会忍不住买一点股票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Robinhood 是要设置这个账号的一个trick吧 就是吸引大家 要多买一些他们的股票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的一些 被动收入5个合集 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式 我也会不断地去挖掘一些 更好投资方式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分享你们的想法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